7月26日,2021多彩贵州第十四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 在贵州省顾阳市青岩古镇启动 当天,原生态影像资源库也正式上线 本届大展以红色百年、绿色贵州为主题 将举办全球真稿、大型主题展、原生态文化艺术周、茶产业专题展 中外青年口播中国、脱口秀中文等系列活动 以影像记录贵州山水运美,以影展穿成红色百年 多彩贵州中国原生态摄影大展已经连续举办了13届 始终坚持立足贵州面向世界 在贵州与世界之间架起了一道文化艺术的桥梁 已经逐步成为世界摄影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平台 是多彩贵州对外交流的文化名片 通过持续办好大展 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 向世界展示具有中国特色 体现中国精神 蕴藏中国智慧的多彩贵州新形象 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始办于2008年 是目前全球唯一持续以关注非物质文化为核心的影像文化活动 大展向全球征集摄影作品已达数十万幅 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等20余个国家 及台湾地区举办过专题展览 多彩贵州的光影故事 特色鲜明、原汁原味、流光溢彩 是真实立体全面、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拼头中 极其亮丽的走成部分 中国新闻社将发挥融媒体报道的优势 坐立此次摄影大展 收获更多的关注度 更广的传播覆盖 更丰硕的传播时效 贵州的民族文化多元 生态文化深厚 传统文化独特 在中国生活12年的希腊摄影师乔治·多帕斯告诉记者 他到访过中国多地 贵州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之一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镜头 向远在欧洲的家人和朋友们展示美丽的贵州 在我的老家在欧洲 他们没想到中国有那么漂亮的地方 贵州的自然很漂亮 贵州的人、少数民族我特别喜欢 贵州的吃的好吃 有意思所以我真的很喜欢 我一直不够 一直要看更多 一直要旅游更多 拍照更多 据了解 大展举办13年来 除向全球征集摄影作品外 还先后邀请近万名海内外摄影师 赴贵州参加系列活动 已成为贵州省内拥有原生态影像作品 数量最多 质量最高的图片库 此次正式上线的原生态影像资源库 将为海内外各方提供一个了解贵州的新平台 觉得贵州原生态摄影大展还是在 不断地在进步 做得越来越好 并且从一开始的比较侧重大众化 现在就是兼顾大众化和学术 我觉得这点非常可贵 一方面我们贵州支持了中国摄影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用摄影的方式来营销贵州 让更多的人来分享贵州的美好 2021多彩贵州第14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 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 中国新闻社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 启动仪式上 老中青三代海内外摄影爱好者代表 宣读了多彩贵州影像活动倡议书 倡议让摄影成为每个人的习惯 让每个人都成为历史的见证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